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她满脸带笑 一看就知道她是从农村里来的 原来新郎叫陈亥林 来自农村 由于她上学时成绩好 便考到了南方某一名派大学 等她工作时已拿到了硕士学位 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父母亲为了她上大学可吃了不少的苦 她上班后同单位一个叫李莉的女孩 也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女孩人不错 各方面都很优秀 就是花钱从来都不知道手软 陈亥林知道后才知道 这李莉的父母都在经商 家里有着很多的钱 这门亲事父母一百个不乐意 说是两家的差距实在太大 婚口肯定会有很多矛盾出来 李莉的父母也看不上陈亥林这个穷硕士 在他们的盈利只有钱才是最靠得住的 可是李莉似乎要嫁给陈亥林 最后家里人拗不过她 便同意了这事 陈亥林认为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还讲究什么门当户对 所以她也没有听父母的意见 婚期一定房子和车所有的费用都被老丈人包晚了 就连酒水钱都不让陈亥林出 刚开始时陈亥林不想让老爸来 她怕老爸来她寒孙 会受岳父岳母的白眼 可老爸不答应非要过来 果不其然老爸就受到了岳父和岳母的白眼 在席间李莉的父亲 挡着众人的面对陈亥林的老爸说 老人家 这次孩子结婚 房子车子都是我们家买的 就连这六十桌的酒席钱也是我们家出的 每桌三千元的标准 你们农村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吧 陈亥林的脸色挂不住了 李莉忙给他妈识的饮色 可他妈越说越来劲 她呵呵一笑说 这席上的海鲜你多吃一点 你们农村还真的吃不到这东西 陈亥林把哈哈大笑着并不生气 还真是大吃大喝 一副没有见过失眠的样子 快吃完时他突然离开了一会儿 他一走 李莉妈妈便笑着 跟亲朋私友解释道 亲家是农村来的 没有见过失眠 大家就别见笑了 丈母娘的这句话 让陈亥林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可这时老爸却回来了 他身后还跟了好几个女服务员 他大声地说道 把这些饭桌上没有吃完的东西 全给我打包 老爸的这一声 让陈亥林的脸色顿时红到了脖子根 李莉妈冷笑一声 并喊了大堂经理结账 经理却笑着说 六十桌的钱已经全付了 总共一十八万 是这位大叔父的 经理说着 还指了一下陈亥林他爸 李莉他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就连刚才还嘲笑 陈亥林他爸的那些人也跟着傻眼了 追到大街上 陈亥林才追上了 提着一大堆和饭的老爸 他啃厌着说 爸 儿子对不起你 没有听你的话 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行了 只要你们幸福 我和你妈无所谓 咱们没钱 但不能缺了这骨气 再说家里现在有了果园 一年有不少的收入 爸爸呵呵笑着说道 陈亥林不解的问道 那你打那么多包干嘛 还傻孩子 咱村有几个人 在这附近公地上换火 我让他们也蒸蒸你的喜气 老爸说着拱着腰 朝前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 陈亥林的连泪 就流出来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